一帶一路大家都知道 這是二十九國的領袖 一百三十國的會員與會 他現在代表一帶一路 正式要去拼動兩個五百五十億美金 一個是思路基金扣增到五百五十億美金 這個錢是真的會動的喔 另外一個是中國的國運銀行 要貸款給這些一帶一路的內容裡面的 也有五百五十億美金 五百五十億美金 有一千一百億美金耶 跟我們那個南向的四十億台幣 真的是笑死人 所以這樣的內容來看 這樣的規模 你會發現一帶一路 他整個經過的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 全球百分之六十 他的外貿總額占全球百分之三十三 他的GDP占全球的總量百分之三十 1990年 中國的都市化程度只有百分之二十六 到現在為止 他拉到了百分之五十六 這個百分之五十六是1920年代耶 美國都市化人口占了 總人口裡面的百分之五十六 一模一樣 那美國在1920年到現在 走紅了將近一百年還這麼強大 為什麼中國不行 所以用這個角度來解讀 目的下面你仔細閱讀中國現在的內容裡面 我只有一個結論 中國非常的強 非常